希望有越来越多学生一起来投入电影工作 所以呢新闻局赶快设立了金碎奖 那么现场呢还找来了纳豆当作这个电影界的前辈来做颁奖人 不过呢现场纳豆也很搞笑哦 他就说呢连自己都可以演戏了 代表台湾电影是有希望了 为鼓励学生拍电影 新闻局颁发金碎奖 最近摇身也变电影咖的纳豆也来助阵 我朋友们从来开玩笑就说 台湾的电影真的现在非常的蓬勃 你看连纳豆都能找他演戏呢 我觉得我再次还是代表这一种希望 典礼间为了配合小居人纳豆的身高 麦克风高度成为全场焦点 我们在那里面是会打场 你应该是比较 新闻局长江启臣 金马奖最佳男配角得主吴蓬凤 以及最佳新人奖得主李千娜出席颁奖 学生第一人从偶像手中拿到奖项 激动落泪直说有梦最美 入围的50部作品将会从4月2号起 在全省巡回放映 让民众近距离接触 总体新闻张明文林溪宪台北报导